告别乌克兰西部农村老战 马不停蹄撤离乌克兰与家人团聚 在边境遇军警检查 汪的是否能安全过关呢 大家看就是 从这大门一进来 就是这么一个小的 等于是怎么说呢 这也不算厅吧 就是让你换鞋的 割衣服的地方 然后又进了一个 这边呢就是算客厅吧 还是算 也不知道算什么 反正这边没人住 也没人在这待着 夏天的那会儿啊 老头老太太有时候 远远在这儿睡啊 凉快 几十年了啊 就是他们自己弄 全都自己弄的 你看这个吊灯 这款式 很苏联的吊灯 现在你买这玩意都买不了 冰箱彩电 很多估计这00后都没见过吧 这边也没啥 就是放一些杂物吧 现在咱们是在乌克兰西部农村 我老丈人他们家 一个月我老丈人退休金啊 现在在乌克兰 500出头人民币 550可能都到不了 按照回族来讲 然后我丈母娘呢 是更少 350人民币 所以说你说老百姓怎么活 他现在这物价 这就是特别扯 就是这边是完全严重的 这个支出和收入不成正比 他们俩因为是人家上过班的人 他不是说纯农民 大家知道吧 他们在上班的同时呢 还做了农活 所以说他们不是说地地道道的 完全的农民 进来以后呢 这就正式算一个门厅了应该啊 非常非常早 大家看一看 进来以后呢 是这样的 这边有一个上二楼的梯子 还有一只小猫 可逗 可逗了 这是家庭成员啊 然后这个上面就是一些杂物啊放的 就是去二层的 这个空间呢它是一个 有一个电的供暖系统 烧气烧气对不起 说错了 呃大家看 这个是卫生间啊 因为呢 当时建造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和设计 所以说就是空间啊 比较窄 毕竟都是自己家设计的 自己家建造的 大家不要忘了 这是四十年前的房子 就是说 他们没有那种理念 你知道吧 该怎么做 该怎么布局啊 然后呢 大家注意一个地毯啊 在斯拉夫民族呢 就是所有前苏联地区几乎啊 这个地毯可以说是家家户户 尤其是在就是老房子里面 地毯 地毯 这是一种文化 这边呢 是他们的卧房 但是呢 有时候接待客人也在这边摆张桌子 大家看这个地毯 老大的地毯啊 你看 这应该是五成二的 还是四成二啊 大地毯 就这地毯 现在也不少钱呢 这一大块 但是这买的肯定早啊 然后这个柜子呢 大家看啊 就是前苏联呢 他们有一个习俗 在柜子里呢 放一些器皿 茶具 啊 放一些茶具 哎 看看 看看我们俩的照片 我呢 这摆着地儿 不太好 我觉得是吧 这给我们俩供上了 怎么 不行啊 就给他换个地儿 这是 多少年前 我忘了 四年五年 好像是 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是不是 你搁那不好 搁那跟耶稣搁一块 我的天哪 是不是 感觉就有点别扭 看看后边这两个啊 这个是老照片 老照片呢 所以他的颜色褪色了 应该右边是我媳妇 左边是他妹妹 这农村啊 你看看 就爱弄热板 作为装饰品 大家看看 家里的孩子们 第一个是我老婆 恋呢 这是这张照片 我也照的 看下朋友婚礼 然后溜达 这是他的妹妹 瓦娘 然后巴格当 马克 维也的 上面就是 他们的两个 等于是两个姑娘 和四个孩子 他们的孙伯们 然后呢 我们家的合照 这是我们家七口人 老照片 老照片 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吧 哪个是 我老婆 这么看 马克还真有点像我媳妇 是不是 左边是我媳妇嘛 然后右边这个小的是他妹妹 给我洗车 哎呦 干净了 哎呦 谢谢谢谢 哎 虽然是不想让他洗吧 但是一看车干净了 真是挺高兴 哎 就是太辛苦了 哎呦 真是 有这么一个老站真好哈 我觉得他特别实在 真的就是 这回其实事特别多 我好多事情 但是 哎呦 对了 发简机 我天哪 我给他们送了 算了 我让老头回头送过去吧 因为车里啊 还有 三台发简机 是给万娘的奶奶 看 万娘奶奶 然后万娘奶奶的妈妈 这万娘太奶奶 反正两台还有三台嘛 这都得卸出来一会儿 把这事忘了 没时间了 哎呀 老头啊 真的 这要不特心疼他吗 你说我老爷子也不在了 真的 就拿着当自己父母 老年人啊 没办法 一个是倔 咱们能帮就帮 国内这个鸡鸭 这个饲养猪 家里是你们喂什么东西啊 这边我觉得喂的真是不错 就是粮食啊 就这玩嘛 是吧 哦 你看吧 老爷子 我看他 咱尼也当不当了慢了 真是 哎 怎么感谢老头 你家亏呦 大家再看一看这个院子吧 多好的地方啊 黑土地啊 如果上岁数人啊 觉得特别适合居住这些地方 又安静 生活成本又低 又有一块很好的自己的黑土地 想种啥种啥 真的想玩啥玩啥 花花草草啊 种点什么一些利索能及的农作物啊 我觉得很好 尤其是果树 我就特别喜欢种果树 我擦 我 每台的重量是 40公斤啊 我 这 咱尼 尼那 尽上了吗 哼 行了 我已经完事了 因为时间太赶了 距离 大巴发车 还有五个半小时 倒地府就要三个小时 然后还有收拾东西 反正时间很紧 谢谢老爷子 真的很感谢他 帮我洗了车 要不然我还得去洗车去 要花一个小时时间 这就是老人啊 真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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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всем привет все будет добре все дед все дед давайте попрощаемся все пока мам пока дед вс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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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行 走了同志 那 就了两口 抱歉 拜拜 到了啊 现在是两点半 几点出门了 我也忘了 反正开到了 嗯 五点的车 我四点从家打车走 差不多 行 收拾东西去了 出发了 咱们扬帆起承啊 我有一个小书包 一个这个包 啊 就没了 清装上阵 因为我这个票价非常便宜 廉价票价 它就是没有拖映行李 因为有这个拖映行李的话呢 价格会非常贵啊 就是比票价都贵 我这个票价非常便宜嘛 这回买还算贵的 我最便宜买过九十克朗的吧 九十克朗才喝多少钱啊 五多元人民币六十 这回是一百六一百七 这回买的是 人民币一张票 从戈德堡 玩到维特飞到华沙 还好老爷把车洗了 感谢他 然后现在加油 加满油 我给人还车去 是吧 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对吧 是吧 我现在上车了啊 暂时旁边还是空着呢 希望一会儿会来一位 健谈的 我们现在距离乌克兰西部边境 应该还有二百公里左右啊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啊 这大巴车里巨热 真的巨热 就快没得呼吸了 因为我们坐在后边 我坐着穿短袖 我把这一个都脱了 从来没有沾上我 就那么热 把油都脱了 我这坐着我什么都不敢动 你知道吗 还蛮身大汗 就一直在流流流汗流汗 主要可能是因为有胖的原因 然后我就跟司机说 我说大哥 我说能不能那个 咱把这个稍微关小点热风 太热了 我都快干了啊 他说这样呢 这个要么就开 要么就关 我说咋了 他说那个调温的那碗换 哎呦我天呐 就这样 这个地方呢 叫Sard Sard 其实就是乌克兰呢 它是一个琥珀的重灾区 什么叫重灾区呢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 非法开采琥珀 非常的猖獗 这边等于是一条地下的琥珀矿链 它的这个 蕴藏量非常大 孩子们也在路上 孩子们在这个跟他妈妈啊 我们去华沙会合 耶 我们现在到海关了 然后车上有两位 至少两位 乌克兰男性 海关呢 直接就把他们交下去了 然后可能要详细检查证件 因为18到60不少出境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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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